其实不管是年轻人或长者 偶尔放下3C产品 过过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来看看慈济志工林贵英 他的老家在宜兰三新乡的天宋皮 当地没有慈济志工 两年前林贵英他回到老家的时候 因缘巧合知道当地的观光景点 清水地热有很多回收物 因此他很积极的联络想去做回收 获得了园区的同意 因此从去年5月开始 每一个星期天 他都固定去进行资源回收 这个环保热情 也让当地民众丢垃圾的习惯改变了 这是清水地热 是一个风行区 很多人都来这煮蛋 煮疫苗 以前都没人来挖 都是一把火把它烧掉 就是这份舍不得 老家在宜兰三新乡的林贵英 从去年5月开始 每个星期都特地从台北南下 到清水地热做饭 好 那个放在这里 刚开始来的时候 就只有这支眼回收跟一般垃圾 那这里就是很支眼 谁很支眼回收 大家都没有这样放 后来他同意我做这个牌子 然后大概有70%左右 大家都会换到这个支眼回收里面 然后我们来回收就很方便 抱着回馈故乡的信念 林贵英每个星期都不缺席 一年多来改变的不只是民众丢垃圾的习惯 我们这样做感动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 所以慢慢的他们就会帮我们分类 我们就很方便的可以把能够回收的东西 把它集中起来带回去 记得一个星期的回收物 数量的确惊人 林贵英的小客车瞬间也变成了环保车 因为那个发财车 我比较难开 还要费用也要一笔 所以我就用这部车来做环保车 大家也都帮我找 人家做环保不是用摩托车 就是用发财车 我用轿车 但是我觉得经济实惠 除了在观光景点回收 林贵英还把老家的空地腾出来做环保点 让左邻右舍的长辈参与分类 也增添了另一间的情谊 台湾新闻真盛美之沟 陈敏雄一栏报道